全油管最快新闻,据足球报报道, 前国奖毛建青在个人直播中公开表达对生花主教练吴金贵以及助理教练李承铭和郑科伟的不满。 毛建青情绪激动的指责他们没有帮助自己,在足球教学方面没有能力。 然而,9月5日下午,毛建青发布道歉声明, 向生花俱乐部和相关人员致以歉意,并表示将专注于业务学习,不再进行直播。 毛建青曾因酗酒导致多次出现问题, 他的道歉表态可能是对过去行为的反思和决心改变。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